由美方主导的晶片四方联盟 于28号举行首次预备会议 经济部官员表示 此次为工作小组筹备会议 由各方先确认平台目标 未解决半导体供应链问题 至于正式会议时间与议题 尚未有结论 台湾国发会28号宣布 与菲律宾 以色列 马尔地夫 斯里兰卡 及柬埔寨共六个亚洲国家 共同签署亚洲资讯通路联盟联合宣言 成立亚洲资讯通路联盟 此次台湾是以正式国民中华民国加入 并成为AAIA创始会员 未来将共同进行宪章演拟 国发会副主委施克河至此表示 疫情让台湾的民主体制被看到 友邦巴拉圭总统阿布朵 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 引述他希望台湾投资八国 10亿美元以巩固邦誼一事 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回应 八国外长已经主动向我方澄清 八国重视两国邦交与合作 强调双方关系是奠基于 共同价值与理念 不存在交换条件 此外 阿布朵有在专访中重申 他任内两国邦誼绝对不会改变 莫德纳公司29号宣布 台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并由李宜珍出任总经理 李宜珍受访时表示 莫德纳公司非常重视台湾 生产面上也跟世界各地国家合作 有跟其他国家合作设置制造厂 希望台湾也是其中之一 或是CDMO都是考虑合作的方向之一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